如果中南部除了得面对恶劣的天气 有不少业者还因为疫情的关系 受到了重创 有业者就想要到银行去申请纾困贷款 就被银行业者问说 有没有房产可以抵押 才可以借钱 甚至央行针对中小企业的纾困贷款 从6月4号到现在 只有通过不到14000户 就让业者认为纾困贷款是看得到 吃不到 2018年米其林毕比登推荐的贴纸 还贴在玻璃门上 但往里头一看 店面已经全部清空 好几名工人正在里头 弃上新的红砖墙 这家万华知名牛肉面老店 主打24小时营业 就在双北开放餐饮内用时 突然结束营业 收摊关门 脸书不少网友po出回忆文 但更多店家正在努力生存着 脸书po出每位餐点 疫情下原本每月30万的营业额 调到只剩两成 基本开销都快付不出来 想申请纾困还遇到难题 没办法被纾困的还不止这家 立委公布资料显示 纾困四点零贷款 六月四号开办到现在 公股银行占八成 但民营银行占不到两成 就算央行提高 申贷金额可以到一百万元 但全台中小企业超过一百五十万家 核准户数只增加了不到一点四万户 严看五杯券或许就要来了 但小规模店家想撑过这一波 就看政府怎么出手帮忙 华市新闻 李奇听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